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羊 神情凝重的悟空变成了超赛形态 看着闪烁的雷光 这明显是超二阶段 这次的对手依然是大家熟悉的奇遇 故事的开始是悟空集齐了七颗龙珠 为了满足自己好战的毛病召唤出神龙 悟空等着神龙说完开场白后 自己就许愿希望能和强大的人战斗 对于神龙来说这就是小差一跌 于是同时在某个世界 神龙的身影出现在电脑显示屏上 这名男子正在和某人通电话 而电话另一头正是C级英雄奇遇 男子告知奇遇A式的上空出现不明生物 需要奇遇去调查一下 而这边神龙已经达成愿望飞走了 随后奇遇的身影便出现在神龙消失的位置 看到奇遇悟空有些高兴 奇遇询问悟空你是什么人 这里又是什么地方 悟空回答自己叫神悟空 是我通过神龙让你来到这里和我战斗 奇遇一听是这种无聊的事情 打言没兴趣自己还要委屈和King打游戏 而悟空突然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奇遇知道不打败悟空自己是回不去了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悟空变成超恶形态 而奇遇一个闪现 一极快的速度冲向悟空 两人强大的气息碰撞后发生了爆炸 这时的两人在寻找合适的出手机会 突然奇遇的拳头猛扬一挥 悟空都不用怒吼瞬间报一 这一拳让悟空的位反将倒海 悟空挥出第一拳被躲开 第二拳却成功击中了奇遇 双眼散发凶光的奇遇反手就挥出为力的一拳 反应过来的悟空单手凝聚大波 奇遇用气将大波格挡在自己的身前 但是悟空还是将大波引爆 炎悟中两道身影飞出 悟空追上奇遇后挥出一拳 但是悟空却突然愣住了 因为奇遇被击中后一点事都没有 悟空反而挨了奇遇一拳后 又被第二拳击飞了出去 悟空还没缓冲过来 奇遇就追了上来 直接来了一招铁头空 倒飞出去的悟空放出一个超级大波 面对大波的来袭奇遇没有反击 而是在大波上丝滑的畅游 越过大波一拳轰向悟空 悟空的身影快速砸向地面 落地后的奇遇奔向就此离开 可突然摇摇欲坠的悟空开始怒吼 强大的气息从体内涌出 这样悟空瞬间变成了超然形态 刹那间奇遇就被击落 原本闭目仰神悟空突然睁眼 原来是奇遇不知何时 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后 让神悟空来不及拉开距离 奇遇一招回首拳击中悟空 随后说了句认真一拳 只见悟空的身影在急速倒飞 奇遇的双脚猛然发力 快速的朝着悟空重去 海面上的奇遇不断调整方位 并且已经准备好出手的拳头 临近悟空后又是猛烈的一拳 瞬间掀起巨大的浪花 悟空反手将奇遇震飞 随后双手开始凝聚规拜气功 就在奇遇缓冲过来后 悟空一声怒吼将规拜气功轰向奇遇 只见海面上一道光束快速前行 奇遇见状挥出一拳与之对抗 但是却没能将大波一拳弹飞 悟空这边持续出疏 但是奇遇突然发力将规拜气功打散 是这样一个强大的男人 连续挥出无数道拳头 狠狠地打在超然悟空的身上 最终将超然悟空打回常态 最后更是逼得悟空施展出自在激功 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就在刚才超然悟空全力凝聚规拜气功 随后朝着一个方向暴射而出 然而强大的规拜气功却被奇遇单手打散 本想趁机发起攻击的悟空 反而被奇遇一拳打落 悟空反射就抓住奇遇的披风 随后将奇遇拽入海里 然而悟空不擅长在海里战斗 于是被奇遇一拳打飞 奇遇快速跟上本想挥出一拳 却被一只大鲸鱼打断 悟空一个跟斗躲开的同时 抓住了鲸鱼的鱼鳍 随后单手发力让鲸鱼巨大的尾巴 狠狠地打了奇遇一巴掌 随后悟空放出一个大波 直接命中奇遇 然而有言无伤 奇遇还给悟空强大的一拳 这一拳直接把海水震开 悟空只时的眼神无比的凌厉 差那天把奇遇震开后 悟空双脚发力随后360度旋转 将超蓝提升到全功率状态 远处的奇遇静静地看着悟空表演 然而悟空提升到全功率后还不满足 坚定的眼神中好像做出了什么决定 只见红色的气流开始闪烁 悟空开口说出了戒王拳三个字 随后红中带蓝的气场将悟空包裹 可没想到奇遇居然还能镇定自由 突然奇遇掏出一部手机 甚至当着悟空的面接听电话 看来奇遇完全不把悟空放在眼里 悟空也被奇遇的操作震惊到了 反观奇遇这边原来是杰诺斯打来的电话 这样悟空又是生气了 于是一个怪树上冲 瞬间来到奇遇的面前 还没反应过来的奇遇 就被悟空一个膝盖低脚奇遇作人 随后奇遇又被悟空送上了天 悟空快速跟上来到奇遇面前 又是一拳打脸 也而令悟空没想到的是 至时的奇遇居然还在接听电话 悟空眼控中大不敢相信 随后拳头划作手掌放出大波 一个爆炸声响起 然而奇遇不但没事 还有悟空打得不分上下 随着两人的脚手 所产生的能量不断撞塌 突然一个爆炸声 两人双双被震退 但是这没能结束两人之间的战斗 每一次碰撞都产生巨大的冲击 不得不承认奇遇的长大实力 居然能和超然悟空打得这么久 甚至还占据了上风 悟空只能凭借帝王拳进行反击 随后快速跟上 在奇遇落地之际赶到 没想到挥出的一拳却被奇遇躲开 而奇遇单交落地后挥出一拳进行反击 悟空也挥出一拳迎合而上 只见两人的拳头蹦撞之际 产生巨大的冲击 强大的力量将地面压住一个大坑 此时的悟空拳头还在坚持着 奇遇这边同样不想验输 刹那间奇遇更胜一筹 倒对的悟空手掌凝聚一个大坑 朝着奇遇扔了过去 大范围的攻击波瞬间将奇遇吞噬 瞬间掀起一个蘑菇云 此时的悟空已经累得喘气了 但是烟雾中却出现一道神影 双眼散发红光的奇遇释放了限制器 悟空无比的震惊 世上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地球员 反观此时的奇遇说了句 验尊系列之 随后握紧拳头 爆发出无比强大的气场 金色双瞳的奇遇闪现到悟空面前 悟空来不及反应 奇遇一招连续跟针拳打出 悟空毫无防备直接硬扛 奇遇挥出的拳头快如闪电 悟空根本无法摆脱 电光或时间奇遇挥出的一拳 直接把悟空打得失去意识 最终超然的悟空倒下了 并且还变回了常态 看来奇遇无论到哪都是无敌的存在 而就在奇遇离开不到半分钟 悟空再次站了起来 此时的悟空一惊累得抬不起头 但是话语间却露出了兴奋的感觉 奇遇独抄悟空不是自己的对手 没有必要找虐 但是悟空却说自己还有底白没有施展 奇遇见悟空太啰嗦了 挥出一拳打算让悟空彻底的躺下 果不其然悟空再次躺下了 奇遇觉得这次自己能安心离开了 可突然奇遇回头一看 发现悟空就像打不死的小强又站了起来 但是这次的悟空给人的感觉有点不一样 居然让奇遇感受到死亡的气息 于是奇遇再次挥出一拳 可没想到却被悟空单手接下 奇遇震惊悟空的气息和之前完全不同 只见悟空的眼珠已经变成了银白色 随后更是爆发出银白色的光芒 这在击空在最后时刻爆发了 奇遇的拳头变得有些颤抖了起来 突然悟空一个快速移动 直地让奇遇抵验了流血的滋味 大神官居然单手夹住了普罗利 把普罗利卖力的挥起拳头 狠狠地打在大神官的脸上 可不管普罗利如何击打 都被一层气墙挡了下来 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随着普罗利出拳的速度加快 大神官的气墙出现了裂痕 大神官的眼珠转动了一下 神情上并没有什么波动 双眼发光嘴角一笑 手中爆发出一个能量波 直接把普罗利击飞 被其他看透一脸愤怒 而大神官再次爆发出强大的气息 地球上因此发生了六级地震 不数的玻璃瞬间破裂 就连缘在界王神界修炼的Snow Fan 此时也感应到一股令人胆战的气息 大神官散发着紫色的气场 双眼已经被紫色的光芒抵抬 就在这时普罗利爆发了 大上神之领域的超然形态 此时被其他一脸的震惊 居然又有缘超越我了 普罗利向着大神官冲了过去 两眼在空中展开激烈的战斗 右眼只看到两团气体在蹦撞 无数的小三宝在每一次蹦撞中炸裂 此时被其他已经感到不妙 要是继续下去必败无疑 孙乐空也说了大神官的实力很强大 并且现在的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合体 没想到被其他居然没有拒绝就答应了 这样孙乐空有点意想不到 而此时普罗利和大神官的战斗还在继续 普罗利接连放出大波攻击 紧接着又凝聚无数的大波攻向大神官 但是大神官只用了一招 就把所有的大波拦了下来 普罗利趁机冲了上去 却被大神官单手拦住 大神官紧握普罗利的拳头 开始独吵普罗利不自量力 就凭这点微波的力量也想和自己对抗 只见大神官单手凝聚无数的能量波 普罗利见到不妙立马后退 但是这些能量波就像跟踪导弹一样 紧跟在普罗利的身后 普罗利用拳头击飞了三个大波 但是大波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听看普罗利即将被击中时 大神官的一个眼神 普罗利再次揮动自己的拳头 将一大半的能量波弹飞 可最终还是挨了几下 普罗利再次撤队 可能量波不依不谣的跟在后面 这时普罗利被击中 撞在一个小三包上 剩下的能量波 瞬间把这个小三包包围 尘埃中只看到一个身影 把普罗利救走 原来是已经合体成功的悟吉他 普罗利还想询问你是谁时 悟吉他就打断了普罗利的话 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只有合体才能打败大神官 普罗利对着普罗利说了合体的原理后 普罗利很爽快就答应了 此时的大神官还在寻找普罗利的身影 就在这时身后爆发一个强大的气息 只见三个不同颜色的光球融合 但生出一位全新的合体战士 因为是第一次合体的原因 所以名字上有很多种叫法 其中普吉特这个名字觉得比较贴切 大神官皱了眉头 凝聚一个大波攻向普吉特 而普吉特的手掌挖手光剑 刀光剑引尖 这个能量波没有击中普吉特 转眼间却发现这个能量波 变成了无数的小碎块爆掉了 大神官的神情变得严肃了不少 询问眼前的男子是何方神上 而普吉特一个闪现 直接来到大神官的面前说道 我不是苏聪工也不是贝吉他 更加不是普罗利而是普吉特 只见两道光影在飞快的碰撞 刹那间布罗塔的身影被击退 超赛状态变得极为不稳定 但是布罗塔再次重了上去 双手凝聚的大波被躲开 于是而大神官进行了右搏战 布罗塔趁机凝聚口中炮 而大神官一个膝盖低瓦解了攻击 随后布罗塔直接被大神官一脚踹飞 这十天突然按了下来 原来是有人将神龙召唤了出来 只见一道金色的光芒 朝着布罗塔的方向飞去 炎雾散去出现布罗塔的身影 突然布罗塔一个爆气 瞬间变成了仇然布罗塔 大神官放出一个能量波被布罗塔躲开 而布罗塔开始进行反击 王子战法将大神官的防务罩打碎 布罗塔趁机放出两个能量波 大神官急忙后退 躲开了第一个波迎面第二个波 大神官一个闪现 没想到布罗塔已经提前预判 两人再一次激烈的正面交锋 突然大神官单手凝聚的大波 变成了触手来到布罗塔面前 布罗塔一个爆气冲天而起 七八根触手在身后嘴砍 布罗塔一个大波攻击湮灭了一波 但是触手并没有完全消失 面对袭来的触手 布罗塔应出两个能量波 但是这些触手实在太难缠 突然刀光剑引了一幕 一根触手直接变成了小方块 只见指食的布罗塔双眼冒着白光 双手凝聚的光剑散发幽光 身影沐浴在触手方块之中 突然布罗塔察觉到了什么 原来是新一轮的触手再次来袭 这时布罗塔吹出一个巨大的泡泡 只见这个泡泡幻化成布罗塔的模样 双手凝聚出光剑将布罗塔护在中央 眼看触手即将来临 布罗塔和泡泡员直接冲了过去 布罗塔没有亲自触手 而是让泡泡员为自己开路 在泡泡员的光剑下这些出手就像西瓜一样脆弱 大神关的超速瞬间被挖解 来到大神关面前 布罗塔瞬间施展太阳拳 在大神关闭眼的瞬间布罗塔发动攻击 没想到大神关躲开了 布罗塔显得有些意外 但是嘴角尖却微微一笑 原来布罗塔还留了一手 让泡泡员趁机将大神关抱住 看到这一幕布罗塔说了句爆炸吧 突然大神关睁开双眼 开启防务罩直接将泡泡员弹开 布罗塔一脸呆萌的神情 被弹开的爆炸员瞬间极底爆炸 布罗塔定定的看着前方 当烟雾渐渐散去后出现大神关的身影 只见大神关凝聚一个能量波 朝着布罗塔弹飞而出 却被布罗塔轻易躲开了 这时布罗塔突然发生一变 大神关感应到一股强大的气息在熟醒 只见布罗塔的头发从黑变黄再变蓝 蓝色的眼珠变成白眼状态 拳头泛起绿色的雷光 突然蓝中带绿的光芒冲天而起 大神关看着突然变异的布罗塔 不敢相信人类居然能爆发出 如此强大的力量 此时的布罗塔与之前相比 实力发生翻颠覆地的变化 绿色的雷光不断的闪烁 头发虽然还是蓝色 身上却多出了一层绿色的气场 其中的原因是由布罗利导致 因为布罗利拥有远古赛亚人血脉 先前和大神关的战斗 让布罗利的远古血脉逐渐熟醒 如今和乌吉塔合体后 让布罗塔同样拥有远古赛亚人血脉 大神关不得不慎重了起来 提前开启了防护罩 随后又打量了自己的防护罩 心中有点拿捏不准 不知道能不能防得住布罗塔 突然布罗塔朝着大神关来袭 没有任何难度就穿到了防护罩 近一看原来是借助了瞬间移动 大神关的脸上直接出现一道伤痕 多年以后 人们不会忘记 曾经直想的大神关 居然是龙珠中最后的反派 两位拳王已经惨召大神关的毒手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谁能威胁到自己 大神关终于忍不住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强大的力量冲破地球的大气层 大神关化就一道光芒冲破层层次元 来到了至高宇宙 在这里大神关将展现出自己真正的面目 因为只有至高宇宙才能承受这样的力量 大神关仅仅凭借身上散发出的气 就能把至高宇宙之下的十一个宇宙毁灭 只留下了一个第七宇宙 悟空怪马加鞭的感到时 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 刚洗白的格兰努拉被杀死了 比克也面朝黄毒的倒下了 最常的当属弗力杀大王 被七彩金石钉在墙面上 被其他野场遭毒手 悟空一一喊出自己熟悉的名字 可是他们再也无法回应悟空了 悟空的心中荡漾了一下 这时身处至高宇宙的大神关 看到自己的杰作 简直是高兴了不要不要的 突然大神关感应到悟空的气息 没想到还有一个漏网之鱼 于是大神关一个闪现消失了 突然在第七宇宙的上空 出现了大神关的身影 悟空回头一看也发现了大神关 于是从大神关构中投资 这一切都是大神关的手段 悟空再次被震惊到了 眼前的还是自己认识的大神关吗 充满愤怒的拳头上出现了一道道闪电 悟空的身上冒出一缕缕白烟 强大的力量让脚下的碎石浮起 最终悟空变成了抽级赛阳人形态 然而大神关却不以为言 大神笑道光平这点还不足以打败我 然而大神关还是悄悄悟空了 悟空的气还在不断的上升 又从超赛提升到超神的水准 随后又将超神提升到全功率状态 以超神全功率再次提升到超蓝形态 大神关神情严肃了起来 察觉出悟空的意图 这是要以每个形态的极限 突破到下一个形态 这样将可以把力量全部激发出来 只见地球的表面雷霆密布 原来是悟空已经提升到白神第二阶段 但是悟空知道这样还不足以打败大神关 而奇迹发生了悟空再次突破极限 成功激发出自己潜在的力量 自在激光和超级赛人的结合 悟空将其命名为超赛神100形态 有了这个形态的力量 悟空觉得足以能和大神关较量 只见悟空仅仅凭借一个眼神的威压 直接让大神关暴退10米 大神关看着眼前的悟空 开口嘲笑 以为头发变多就能打败我吗 悟空说大神关不知道赛亚人强大的秘密 大神关一听立马来了兴趣 悟空继续说道 赛亚人实力强不强就看头发多不多 大神关听到这话觉得很可笑 吐槽悟空头发比自己多 是不是实力也比自己强了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而悟空不慌不忙的说道 是不是比你强打一架就知道了 于是两人的战斗就此一触即发 龙珠中输出全靠后 沙鲁凭借惊人的石吼宫 激发了体内弗力沙的细胞 成功的变成黄金形态 都知道沙鲁是由葛洛博士 汇聚了众多细胞培育而成的燕造人 所以沙鲁的形态其实有好几重 刚登场的沙鲁是右底期 吞噬了17号之后是成熟期 又吞噬了18号之后是完全体 因为超恶物犯强大的实力 让沙鲁狗鸡掉墙选择制暴 却因为沙鲁体内有笔合的细胞 导致沙鲁不但能分裂重组 实力还达到超恶成为了闪电沙鲁 算起来沙鲁已经有四种形态了 然而在龙珠英雄中又出现新形态 那就是吞噬了黑心龙珠之后 成为了魔化沙鲁 随后是沙鲁和弗力沙进行合体 毕竟龙珠中老是悟空和贝吉他合体 很少看到反派之间进行合体的情况 而弗力沙是元气最高的反派 杀戮又是最难化的反派 这两人进行合体肯定是一大看点 紧接着是抽神形态的杀戮 再者就是抽蓝形态的杀戮 最后就是黄金形态的杀戮 让抽蓝第三阶的悟空神情凝重 就连贝吉他都只能战斃沙鲁的锋芒 悟空和贝吉他不得不联手对抗 然而沙鲁却露出自信的笑容 悟空深知这会是一场恶战 贝吉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瞬间地动山摇天旋地转 激烈的战斗只听其声不见其人 这时贝吉他已经拿出了底牌 全力凝聚终极闪光 然而往往先亮底牌的人会输 只见沙鲁不慌不忙的看着贝吉他 贝吉他一声怒吼 终极闪光暴射而出 最终却是可怜的地球承受了所有 悟空挣持机会再次联手贝吉他 朝着黄金杀戮疯狂的输出 可无论两人的拳头如何快如闪电 黄金杀戮都能面带笑容的一一躲开 这时沙鲁觉得玩腻了 打算结束这场战斗 于是双手开始凝聚龟白气功 巨大的能量波从天而降 贝吉他已经被震撼的旺季闪躲 而悟空已经率先被打败 挡倒在地 就在沙鲁露出胜利的笑容时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 原来是修炼归来的午饭 午饭同样施展出龟白气功 凭借不能和孙家人对博的定律 午饭成功的解决这次危机 沙鲁看到午饭这个仇人 想起了以前自己被虐的动骨回忆 于是爆发气场本想给午饭一个下马威 结果午饭同样爆发 并且施展孙家绝学 独门的输出全靠后技能 午饭瞬间变成了超赛形态 然而这还只是开始午饭加大怒吼的嗓门 只见午饭的眉毛和眼珠 在金色和紫色之间相互转换 远在不换神界的比露斯有所感应 迈出步伐遥望地球的方向 推一期三个月前午饭刚来到这里 和维斯进行修炼的日子 当时的午饭为了摘掉野笔饭的称号 请求维斯一定要帮助自己 而维斯也看出午饭的惊人潜力 既然悟空不愿成为夏宴不外神 那么就把午饭培养成不外神也不错 果不其然在短短数月的训练下 午饭的实力就得到突飞猛进的提升 并且学会了天使一族的神知技 初步掌握了自在击弓这个技能 比露斯看到这一幕 觉得自己的位置有了一丝丝的威胁 可见午饭的潜力是多么惊人 完全有能力成为夏宴不外神 回忆结束的比露斯继续遥望地球 只见指食地球上海水翻滚 午饭的头发变成了紫色 这样沙鲁忍不住流下了冷汗 运含毁灭之力的气息朝着四处袭来 沙鲁无比震惊地看着前方 紫色的眉毛和眼珠 自食地无犯突破神犯形态的平静 变成了不外神形态 还没开打就宣判沙鲁的死刑 这种自信的模样是神犯无疑了 让悟空参加鱿鱼游戏 相当于满级大佬来到了新手村 只见悟空做出了熟悉的动作 被吉他自觉地把手打了上来 瞬间悟空而被吉他的身影 就出现在终点的位置 随后到了第二关 各种形状的糖饼考验人的手工活 悟空幸运地抽到简单的三角图案 看了看手中的糖饼随即放到嘴边 伸出舌头舔了一下 不可思议世间竟有如此美味的东西 悟空呼伦敦着般的舌头开始工作 这样其他选手投来疑惑的目光 只见悟空成功地抠出了三角形 然而被吉他这边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大家被吉他在行 可论其手工活难如上晴天 因为被吉他成拜师维斯 为了让维斯教导自己修炼 被吉他精致下厨 结果我们却看到这样的一幕 可见对于力量的把握 被吉他是真的不行 最后还是用方便面征服了维斯 但是被吉他是何许人也 取了一位才智多谋的老伯布马 于是我们看到一道身影走过 地面多出一把激光笔 被吉他愣神地望去 原来是布马的小计谋 同时我们也看到 武范儿比克已经在第二关领合范了 被吉他捡起激光笔嘴角上扬 古教新图案轻松地被扣了出来 果然是从人靠变异 不人靠科技 就像长大后的小方可以依靠自己 就能变成抽级赛亚人形态 但是布拉要想变成抽级赛亚人 却需要依靠布马制造的战斗服 还有龙珠GT中的背吉他 无法依靠自己变成抽式形态 但是在布马的帮助下 制造出能散发布尔之光波的机器 直接照射到背吉他身上 瞬间让背吉他的尾巴长了出来 随后更是让背吉他成功进入巨原化 最终变成了和悟空一样的金色大猩猩 因为背吉他是拥有皇族血脉的缘故 变成大猩猩后不会失去理智 以至于背吉他轻松地就变成了超市 这就是复原科技的厉害之处 紧接着到了第三关 乃是比拼力气的拔河比赛 背吉他这边只有悟空一人 而另一头却有克林和沙达 以及天津饭和乌龙四人 随着红一男喊出各就各位四个字 克林延不住的紧张了起来 而背吉他却很自信重庸 只听见枪声一响 脚步发力摇马合一 背吉他当手就干翻了克林等人 获得了第三关的胜利 随后到了第四关 乃是两人一族的打蛋主比赛 然而背吉他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变成抽籍赛亚人形态 压其落背只能向物力屈服 另一边悟空的对手是老鼠人 哪怕先发制人冲向悟空 结果却被悟空轻易的制服 这样悟空成功进入下一关 紧接着是第五关 考验人运气的玻璃桥 然而对于悟空和背吉他来说 这坚持就是小差一铁 因为龙族中的人物都会悟空数 只割系克林等人没能坚持到这关 很快就来到了最后一关 乃是最后的两人进行右搏战 悟空和背吉他的最终主录 谁胜谁负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在过往的战斗中 悟空的实力总是能领先背吉他一步 在悟空领悟超三形态时 背吉他还只是常态 在悟空领悟超三形态时 背吉他还是常态形态 在悟空领悟自在铁弓时 背吉他只是深蓝形态 虽然背吉他又领悟了不外神形态 而不外神形态和自在铁弓 两者是属于同级别 这样背吉他和悟空的实力 已经是处于同一个起爆线了 但是悟空先领悟自在铁弓 对自在铁弓的掌握更加熟练 所以悟空的自在铁弓 已经达到了突破的极限 到那时就有可能会出现 自在铁弓第二阶段 而背吉他的不外神形态 因为刚领悟 不可能立马又领悟到第二阶 所以说背吉他要和悟空打 最终的胜利还是属于悟空 龙珠中悟空从超一一路突破到超二 紧接着又突破到超三 龙珠GD中突破到超四 龙珠AF中突破到超五 龙珠超中因为踏上神之领域 悟空开辟了超神形态 随后又是超蓝形态 紧接着又是超蓝加继王拳 最终领悟了自在鸡弓 这就是悟空目前所掌握的所有形态了 然而在同人系列当中 悟空又掌握了超一百形态 现如今又多了一个超十形态 而超十形态的变身借鉴了超四形态 需要悟空变成白银色大猩猩 找回力之后就可以变成超十 和当初悟空变成金色大猩猩 找回力之后变成超四的原理一样 只不过在实力上却是天养之别 而超十悟空的对手可不是一般反派 而是由沙鲁而魔炎补鸥和抵而成 投资到沙鲁拥有赛亚人的细胞 制爆恢复之后实力提升到超二 说明即便是赛亚人的细胞 也能让沙鲁拥有无限的潜力 可以说沙鲁当初要是不死的话 而是修炼一段时间绝对是一个强大的存在 更而况沙鲁除了拥有细胞之外 还继承了悟空党员的各种招数 要不是为了北洋午饭的话 沙鲁甚至都有可能得到洗白 毕竟龙珠三大反派 就只有沙鲁没能洗白了 而魔炎补鸥的实力放到现在 已经算不上是什么强者了 但是魔炎补鸥拥有逆天的能力 再加上合体能让两人的实力成倍提升 导致沙鲁和魔炎补鸥合体之后 实力已经超越了认知 以至于需要悟空突破到超时 才有实力压制合体后的沙鲁补鸥 只见沙鲁补鸥双手凝聚大波 随后施展了龟拜气功 虎范等人瞬间大吃一惊 只见大波正面击中了超时悟空 而沙鲁补鸥之时已经气喘吁吁 突然沙鲁补鸥脸色突变 因为烟雾散去后出现了超时悟空的身影 此时沙鲁补鸥已经感觉到了工具 脑海中闪现了之前自己被打败的画面 而超时悟空正值机会发动攻击 随后一个闪现一拳击飞沙鲁补鸥鸥 紧接着又是重重的一拳 直接让沙鲁补鸥口度芬芳 超时悟空又施展了20倍界王拳 战斗力再次提升了20倍 挥出的拳头照亮整个地球 只见双眼发出红光的悟空 拳头重重的打在沙鲁补鸥脸上 横的一声瞬间被击飞 沙鲁补鸥充满恐惧的眼神 看着眼前的超时悟空 而超时悟空一个瞬移来到沙鲁补鸥面前 随后又挥出砂锅大的拳头 地球直接被打出一个坑 超时悟空衍生坚定地看着前方 发现沙鲁补鸥只剩下半身 可突然沙鲁补鸥的恢复能力爆发 瞬间就满血恢复了过来 又因为沙鲁补鸥体内要撒人的细胞 重伤恢复之后战斗力会提升数倍 只见沙鲁补鸥补鸥散发着星光 电光火时间爆发出强大的气息 成功激发了体内弗力霞的细胞 让沙鲁补鸥又多了弗利沙的力量 成为了守卫三位一体的反派 都得到弗利沙而故我的王城来到地球 结果贝特南克斯一眼打败 沙鲁补就是在当时得到了弗利沙的细胞 而弗利沙作为冰冻恶魔族 潜力完全不用于赛眼一族 因为赛眼一族当中的传操 也就是布罗利刚出生时 战斗力也就达到一万的水准 但是弗利沙刚出生时战斗力却已经达到千万的水准 所以真要算起来冰冻恶魔族的潜力 远在赛眼一族之上 因为弗利沙从出生到死都没有修炼过 结果复活后只修炼四个月 就从原本打破超一的实力 变成了能和超然对抗的黄金弗利沙 现如金弗利沙和杀戮 以及魔人不殴这三大反派合体 可以想象实力会变得多么强大 在另一部同人作品当中 仅仅是弗利沙和杀戮的合体 实力就已经非常强大了 站着给悟空攻击都无法伤害弗利沙分毫 反观悟空被轻易抓住脖子 随后被合体弗利沙一顿殴打 随后没有很少的余力就倒下 直戈西时代已经变了 合体弗利沙被开弗拉的美色吸引 而悟空一枪直接了结合体弗利沙 虽然一向的剧情都是同言作品 但不可否认弗利沙和杀戮 以及魔人不偶要是合体 实力绝对强大无比 就像动漫大乱斗中的萨拉玛 当地实力也就能和超赛神的悟空对抗 可当悟空施战继王拳之后 萨拉玛就不再是对手了 可萨拉玛和其他魔人合体之后 即便是拳王身边的两个侍卫 都无法将拳魔消灭掉 甚至施战出最强大招 连地球都被毁灭了一半 拳魔都没有被杀死 最终拳王和两个侍卫合体 回复成最强形态和拳魔战斗 结果还是无法打败拳魔 最终还是悟空和王子合体 变成悟极大之后又和奇遇合体 成为三位一体的战士 实力上才压制了拳魔 可见在龙珠中双人合体已经很厉害了 要是拖人合体 那就更厉害了 而弗力杀和杀戮 以及魔人不殴 都是拥有超强潜力的反派 他们要是真的能进行合体的话 估计超时的武功都不是对手 最终又是借助元旗弹反派为胜 这是一部由国外大佬制作的同人作品 叙述了孙乐空和贝吉他没有合体 并借其他方法打败布罗利 孙乐空和贝吉他一开始就变成超神 两人爆发出惊艳的气息冲向布罗利 一言一拳打在布罗利的脸上 而布罗利却没有丝毫损伤 双手抓住孙乐空和贝吉他 直接从头空拍到地面 粉碎了无数的冰块 孙乐空施展出20倍界王拳 贝吉他也不甘落后开始凝聚强大的气 原本蓝色的头发逐渐变成深蓝色 只见贝吉他一声怒含变成了深蓝形态 而布罗利也升级了 疯狂的输出后 直接进入超绿色形态 三人在冰点雪地里激烈交战 那也和布罗利作为传仇 即便是第一形态的实力 也不适合孙乐空和贝吉他能避美 贝吉他开启王子战法 不管是否击中疯狂的输出 孙乐空也学了起来也在疯狂的输出 幸好地球经历了几次升级 要不然还经受不住这样的战斗 布罗利一个闪现来到孙乐空的面前 立成就将孙乐空击飞 还没来得及高兴一会 贝吉他就从背后偷袭 一脚将布罗利踢飞 孙乐空看透夸战了贝吉他 而布罗利只是非常的愤怒 直接出现在贝吉他身后 一个大波将贝吉他击飞 孙乐空一个瞬间移动 这一击就算给贝吉他报仇了 孙乐空趁机施展了随败技功 贝吉他也一呼作气 施展了自己的大招 终极闪光 两个大波直接朝着布罗利攻去 巨大的爆炸升起一段尘埃 孙乐空和贝吉他已经累得不行了 可就在这时布罗利的手环坏了 一束巨大的绿色光柱升起 只见布罗利双眼散发着胸光 初中的肌肉开始膨胀 一声怒汗直接把衣服震碎 布罗利进入了抛异状态 贝吉他再次开启王子战法 却被布罗利轻易的化解 还承受了布罗利狠狠的一拳 孙乐空又施展瞬间移动 虽然击中了布罗利 却没有起到效果 翻被布罗利一拳击飞 紧接着要被布罗利的大波轰飞 此时的孙乐空已经担导在地 唯有贝吉他还在古军奋战 但是面对布罗利的强大实力 贝吉他的所有攻击都是毒牢 被布罗利单手举起掉的 直接从深蓝形态回复成常态 可布罗利对贝吉他还是不依不摇 抓着贝吉他的头发 横横地对贝吉他进行殴打 也不知道贝吉他被打了多久 布罗利一手把贝吉他 扔到孙乐空身边 布罗利凝聚住一个大型能量波 直接迎向孙乐空和贝吉他 看到大波逐渐击成地面 布罗利还是得意地笑了起来 突然大波凭空消失 再次出现时却在一个人的手里 此时的孙乐空已经是银色的头发 瞬间爆发出属于自在疾风的气场 布罗利净撞急忙攻击孙乐空 却发现自己的攻击都被躲了过去 而孙乐空只是随手一挥 并借气场就将布罗利中伤 一脚踢在布罗利的脸上 紧接着又是一拳一脚来回打脸 反倒是布罗利连连打攻 每加手几次就被孙乐空打中一次 还真的是听到有轮回 刚才布罗利只是这样打背其他 现在轮到孙乐空为己有报仇了 可布罗利也不会因此认输 凝聚出一个巨大的大波 注意避免孙乐空的元气弹 朝着孙乐空的方向迎了过来 而孙乐空也施展了龟拜气空 论对一波孙乐空就没输过 可孙乐空还是大意了 布罗利嘴翁之意不再久 只不过想趁着大波爆炸的瞬间 从背后投袭孙乐空怕了 孙乐空就这样落入布罗利的手中 关键时刻还是贝奇塔出手 成功让孙乐空从布罗利手中逃脱 而此时的贝奇塔有点不对劲 强带的气息在贝奇塔底内酝酿 突然一股惊天地气为神的气息奔涌而出 贝奇塔附上一层颜色的薄膜 万年老二这事终于发生了 同样领悟了自在击空 瞬间就将布罗利击飞 转眼间又对布罗利一阵毒打 分手一拳将布罗利击飞 就在这时弗利沙出现了 将昏迷过去的布罗利扛了起来 企图将布罗利一动态离地球 但是贝奇塔不像孙乐空一样延迟 直接凝聚出大波 将弗利沙连同布罗利一起杀死 只留下一脸震惊的孙乐空 月圆之夜一只大猩猩横空出世 几位卡纳星人联合攻击一只大猩猩 结果另一只大猩猩的一个大波 直接带走了几位卡纳星人 战火已经弥漫整个星球 大猩猩的随手一拳 随便抬起脚往下踩 随口放一个大波 都能带走无数的生命 刹那间一大亮光 让一只大猩猩受了伤 出手的是一名幸存的卡纳星人 结果还是没能逃掉悲惨的命运 仅仅是五只大猩猩就攻占了一颗星球 很快圆越对去太阳升起 只见在一个大坑之中看到五位赛亚人 其中一位脸颊受伤的赛亚人 名叫班布金 想必就是昨晚被打伤的大猩猩 另一名则是叫托马 那是这个小队的队长 而这位女性赛亚人名叫赛利巴 这个地中海大叔名叫多德波 至于最后一位赛亚人 想必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 因为他的模样和悟空简直一模一样 他就是悟空的父亲巴特克 此时巴特克等人正在谈论这场战斗 却不知道身后出现了异样 只见一名卡纳星人从碎石堆里冒出 巴特克还没反应过来 自己就被这名卡纳星人击中了颈椎 班布金一脚踢飞对方 多马一个大波赢了出去 可令多马震惊的是 这名卡纳星人居然没有死 直接变成了白神形态 巴特克本想出手了结对方 却从对方狗中得知 刚才击中巴特克的招数 是卡纳星人特有的幻梦拳 可以让被击中者看到未来 巴特克只是有些震惊 因为这名卡纳星人透露了 赛亚一族会被灭族的惊人消息 巴特克认为对方胡扯愤怒的一击 直接将这名卡纳星人彻底杀死 而巴特克自己也晕倒了过去 很快巴特克就被送回 被其他行星治疗 经过这次的治疗恢复 巴特克的战斗力已经达到一万了 这时多马带着小队来看巴特克 因为弗里莎又吓得了厌恶 见到巴特克没有醒来 多马只能带着其他三位赛员去执行 然而他们不知道这次的厌恶 其实是弗里莎的阴谋 这时小悟空突然哭了起来 因为哭声让巴特克有了反应 巴特克看到被其他行星被毁灭 随着小悟空的哭声 巴特克又看到悟空被送到地球 于是被孙悟范剪刀 随后悟空会遇到布马 紧接着和比克大魔王战斗 从而得到波波先生的指导 最终又和比克战斗 陌生的画面让巴特克醒了过来 这简直就是提前看了第一部《吉隆珠》 醒来的巴特克得知其他人去执行任务了 这样巴特克有点不高兴 这些家伙居然不等我 于是巴特克打算去找队长他们 结果却遇到了小悟空 看着小悟空 巴特克再一次看到 被其他行星被毁灭的一幕 于是打开弹车器 查看小悟空的战斗力 却发现小悟空的战斗力只有二 临走的时候还说了一句垃圾 于是同时在米特行星上 多德波被一拳打死 托马愤怒的看着眼前的这群人 本想前几探测器却被一脚踩烂 托马不明白这群人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这群人正是弗里莎的手下 为首的就是多多利亚 只见多多利亚拎起了托马 并且透露这是弗里莎下达的命令 说完托马就被多多利亚一拳击飞 这时巴德克终于来到米特行星 看到遍地都是米特行人的尸体 巴德克知道这是托马等人的杰作 于是朝着某个地方飞去 然而等待巴德克的却是意想不到的一幕 巴德克有些不敢相信 于是来到托马身边发现托马还活着 托马向巴德克透露了弗里莎是凶手 并且弗里莎即将要对赛人一族动手 让巴德克赶紧回到贝加行星 召集所有赛人对抗弗里莎 说完托马也死去了 这时的巴德克异常的镇定 但是看着自己的队友都一一的被杀死 内心早已愤怒到了极点 白布直接被养成了红色 然后探测器发现附近有敌人 巴德克握紧拳头戴上了眼红的白布 然后愤怒的从而上去 对方一跃而起施展了王子战法 本以为解决了巴德克 结果巴德克突然出现给了对方一击 另外三名敌人联手攻击 烟雾弥漫早已看不到巴德克的身影 突然巴德克再度出现 成功说出一名敌人 这时对方的弹射击有了反应 看到烟雾中有一道身影 随手一个大波击中这道身影 男子有些沾沾窒息 结果却发现自己打中的是自己人 烟雾逐渐的散去 巴德克的位置这才暴露 对方有些震惊 巴德克只是下级战士 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 于是两人联手对抗巴德克 只见巴德克冲了过去 突然脑袋中出现了悟空的身影 让巴德克瞬间分了神 导致巴德克被对手抓住了机会 巴德克又看到悟空和贝吉他战斗的画面 巴德克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吐槽悟空这个专门坑爹的儿子 晚不出现找不出现 偏偏在自己战斗的关键时刻出现 但是巴德克此时的战斗力 毕竟已经达到了一万的水准 打败这两个杂鱼还是惊而易举 这时多多利亚突然出现 巴德克还想询问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 结果等待巴德克的却是一个大波 多多利亚本想进行捕捕 却受到弗里莎的召回指令 这才让巴德克逃过了一劫 于是巴德克回到了贝吉他行星 至时所有的赛人都汇聚在食堂 巴德克拖着重伤之躯来到食堂 说出了多玛等人被杀死的情况 还透露了弗里莎即将要毁灭贝吉他行星 结果这里的赛人居然没有一个相信 巴德克看着这群愚蠢的赛人 独自依然来到了天台上 看着宫中居然有两颗太阳 可仔细看却发现其中一颗太阳 居然是弗里莎的专属宇宙飞船 只见巴德克一飞从天朝着宇宙飞去 而弗里莎的飞船飞出了许多的光点 居然是无数的弗里莎军团成员 巴德克在重重的包围之中以一挡千 这些杂鱼根本无法阻挡巴德克的脚步 毕竟这些杂鱼战斗力也就一两千 而巴德克的战斗力已经是一万了 看着巴德克如此勇猛 弗里莎打算亲自出手 只见弗里莎的一根手指上凝聚能量波 巴德克见状也凝聚了自己最强的一击 朝着弗里莎迎了出去 然而弗里莎却笑了 只见上了大波直接抵消了巴德克的大波 只见弗里莎的大波变得无比巨大 手指轻轻移动 巨大的能量波朝着巴德克袭来 巴德克已经无力抵抗 突然巴德克又看到长大的悟空 居然和弗里莎对峙 这样巴德克很是行为 最终巴德克还适合背其他行星 一起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中 但是巴德克幸运的没有死 而是穿越到远古时期的某个阶段 在好心眼贝利的帮助下 巴德克的重伤之躯得以维护 这时的巴德克战斗力在三四万左右 因为赛亚人重伤维护后 战斗力会提升三四倍 而巴德克在穿越之前 战斗力也就一万的水准 虽然说一万战斗力放到现在很弱 可要知道当时的贝极大王 战斗力其实也是一万出头 突然一艘飞船降临到这个星球上 看着飞船 巴德克立马想到了弗里莎 只见房屋都被统统炸毁 罪魁祸首就是眼前这两名宇宙海盗 此时巴德克已经赶到 一名海盗发动攻击却被巴德克躲了过去 等待这名海盗的是重重的上钩拳 另一名海盗企图开枪攻击 却被巴德克一脚踢飞 村民本想感谢巴德克 但是巴德克作为纯种赛亚人 骨子里刻着傲娇二字 头都不回地飞走了 于是找来一个山洞居住了下来 这时贝利带着食物来到山洞外 巴德克见状却冷面相迎 看着食物居然不动于衷 甚至恐吓贝利离开这里 不然就为出手杀死贝利 贝利被吓得连忙后退 可依然将食物留下来才离开山洞 巴德克看着食物不知道在想什么 这天贝利再次来到山洞 看到篮子里的食物都不见了 贝利很高兴的又将食物送上后离开 而我们看到此时的巴德克 正在进行一些简单的修炼 以巴德克的这种修炼方式 战斗力最多也就能提升到五万左右 因为悟空前往那每个星石 曾在宇宙飞船上进行了重力修炼 可以看到在地球上和贝吉他战斗时 悟空的战斗力才有五千多左右 还是借助借王权才勉强和贝吉他对抗 最终还是依靠克林和午饭的帮助 这才能将贝吉他打败和重伤恢复的悟空 战斗力最多也就能提升到两万 随后悟空在宇宙飞船上 借助先斗的能力多次让自己重伤 战斗力才得以飞跃提升 到了那每个星上悟空和鸡牛战斗时 在借助借王权的帮助下爆发出18万的战斗力 说明悟空要是不借助借王权 自身的基础战斗力在八九万左右 所以说巴达克在没有变成超赛之前 基础战斗力其实都没有达到十万 而这天巴达克因为失误 已经和贝利成为了好朋友 看来傲娇的巴达克也有温柔的一面 然而巴达克不知道在宇宙的某个角落 一艘飞船上一位名叫奇尔德的家伙 已经锁定了巴达克所在的星球 很快奇尔德就来到了贝利所在的村落 奇尔德的手下谎称自己是宇宙警察 专门过来调查两名宇宙海盗 结果村民信以为真暴露了巴达克的存在 得知消息的奇尔德露出了邪恶的面目 这样贝利感到了惊恐 于是来到山洞寻求巴达克 让巴达克帮帮自己 还没等巴达克问清楚缘由 村落所在的方向就转来爆炸声 贝利哭泣地哀求巴达克 最终巴达克还是心软地答应了 而此时村落正在被奇尔德攻击 贝利的父亲被两名宇宙海盗包围 危机时刻巴达克终于赶到 山下五除二就打败了两名宇宙海盗 奇尔德见状脱下了自己的帽子 巴达克却被震惊到了 因为这场脸和弗里莎实在是太像了 巴达克的怒气瞬间爆表 一拳就将奇尔德击飞 愤怒的奇尔德反应过来 一脚将巴达克踢飞 此时的巴达克不是奇尔德的对手 因为奇尔德怎么说也是弗里莎的先祖 虽然奇尔德还不会变身 但是从模样上看就会发现 奇尔德的这个形态和弗里莎的第一形态很像 而弗里莎的第一形态拥有53万的战斗力 奇尔德作为先祖肯定要强过第一形态 所以奇尔德的战斗力达到了百万出头 贝利看着巴达克将要被奇尔德杀死 奋不顾身的从而上去 结果却被奇尔德的大伯扫飞 巴达克看到这一幕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就像当初悟空看到克林被杀死一样 只见巴达克的头发开始发生变化 身体开始冒起了闪光 愤怒的开口要杀死奇尔德 奇尔德盯见后开怀大笑 这还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只见巴达克的头发在黑与黄之间转换 地面上的程度趁多着巴达克之时的愤怒 眼神之中都能看出杀死奇尔德的决心 巴达克的气息变得越发强大 幸好奇尔德现在没有弹射器 要不然一定会被惊掉下巴 只见巴达克一个华丽的转动 超级赛人巴达克就只诞生 之时的巴达克战斗力达到200多万 因为巴达克的机主战斗力只有五六万 那么变成超赛之后 就是200到300万之间 只见巴达克强大的气息 影响着周围的气场 奇尔德感觉受到了挑衅愤怒的一跃而起 随后施展了王子战法 在地面上掀起了一阵尘埃 奇尔德还自信的以为自己获胜了 显露出一副傲娇的模样 可突然奇尔德震惊的发现 一道深眼从烟雾中走出 此时的巴达克毫发未顺 也就是衣服有些破烂了 巴达克坚定了眼神继续迈出步伐 愤怒的奇尔德率先发动攻击 却被巴达克轻易的接下 奇尔德询问巴达克到底是何方神圣 而巴达克的回答却很简单 我只是一个路过的赛亚人 奇尔德被震惊到了 眼眸中出现巴达克的身影 转眼间奇尔德就被巴达克毒打 从天上达到了地下 又享受了一次无敌风火轮 被摔出去的奇尔德又被巴达克来回击打 而不容易争夺的奇尔德 却选择了一个最不理智的行为 那就是和孙家人对波 更何况巴达克还是悟空的父亲 只见两个大波激烈的碰撞在一起 虽然说自古对波左边输 可巴达克作为孙家人不受限制 因为巴达克只用单手的力量 就抵得上奇尔德双手的力量了 可见巴达克和奇尔德对波时 并没有拿出全部的力量 奇尔德就被打败了 临死之前的奇尔德告解主人 但凡遇到金色气场的赛人都要咬着走 说完就一命糊糊了 夕阳夕下只留下巴达克离去的身影 在同仁座边的不断延伸下 已经可以看到悟空变成超一百形态 对于超一的悟空以及超二的悟空和超三的悟空 外加超四的悟空已经见识过了就不再多说 但是超四之后的形态大家是否见过呢 这是来自某位国外大佬制作的同仁 描述悟空从超一到超一百的各种形态 这是超五形态 白色的头发和灰色的中毛 这是超六形态 紫色的头发和紫色的中毛 这是超七形态 绿色的头发绿色的中毛 这是超八形态 白蓝色的头发和蓝色的中毛 这是超九形态 红色的头发和灰色的中毛 这是超十形态 金色的头发和金色的中毛 这是超十一形态 黑色的头发和银灰色的中毛 这是超十二形态 黄红色的头发和红色的中毛 这是超十三形态 粉红色的头发和红色的纹身 这是超十四形态 白色的头发和黑色的中毛 这是超十五形态 和超十四一样 但是眼珠却变成了黑色 这是超十六形态 从这里开始画风就开始改变了 这是超十七形态 看上去和超五相似 但是头发多了两束黑色 这是超十八形态 绿色的头发和绿色的中毛 这是超十九形态 红色的头发和黑色的武装战衣 这是超二十形态 除了胸口一身黑外加披风加纸 这是超二十一形态 眉红色的头发和红色的尾巴 这是超二十二形态 粉红色的头发和粉红色的中毛 这是超二十三形态 因为颜色已经不多了 所以开始出现双色形态 这是超二十四形态 红色的头发和黑色的眼珠 这是超二十五形态 同样是双色的头发和红色的中毛 这是超二十六形态 红色的头发和正常的身躯 这是超二十七形态 头发是红和白的双色模样 这是超二十八形态 开始出现三种颜色的头发 这是超二十九形态 同样是暗红色和黑色的双色模样 这是超三十形态 颜色不够用翅膀来抽 这是超三十一形态 头发是蓝和黑双色模样 这是超三十二形态 头发变成了蓝色荧光状态 这是超三十三形态 分明是采购的常态状态下的模样 这是超三十四形态 依然是采购超五状态下的模样 这是超三十五形态 绿色的荧光状态 加上两束黑色头发 这是超三十六形态 这是超三十七形态 看上去有点像女的 这是超三十八形态 又开始越来越离谱了 这是超三十九形态 身上至少有五种颜色 这是超四十形态 紫色的头发和紫色的中毛 这是超四十一形态 中色的头发和棕色的中毛 这是超四十二形态 比起超四十形态 头发更加茅盛 这是超四十三形态 红色的头发和黑色的中毛 这是超四十四形态 头发和中毛 往中带黑的模样 这是超四十五形态 头发和中毛也是蓝中带黑的模样 这是超四十六形态 和超四十四形态有点类似 这是超四十七形态 还真是变多就变强了 这是超四十八形态 悟空转性变成女的了 这是超四十九形态 悟空吃太多又变成胖子了 这是超五十形态 还真是颜色不够重 雾来臭 这是超五十一形态 悟空多了胡子 看上去成熟了不少 这是超五十二形态 悟空附体名人 获得了九尾之力 这是超五十三形态 悟空获得九尾外衣 这是超五十四形态 头发红黄绿紫四种颜色 这是超五十五形态 头发变成了绿色和蓝色 这是超五十六形态 纸和白的头发外加红色中毛巾色尾巴 这是超五十七形态 悟空瞬间变成一个小金颜了 这是超五十八形态 悟空再次变成荧光状态 这是超五十九形态 全身上下由五种颜色组成 这是超六十形态 多了一双白色和黑色的翅膀 这是超六十一形态 白色的头发外加纯白色的翅膀 这是超六十二形态 白色的头发外加天然色的翅膀 这是超六十三形态 金色的头发金色的中毛 还有一双翅膀 这是超六十四形态 黑与白的天使与恶魔状态 这是超六十五形态 灰黑色的头发而纯黑色的翅膀 这是超六十六形态 白色的头发而白色的翅膀 这是超六十七形态 最大的变化就是尾巴变成了龙尾 这是超六十八形态 看上去和常态状态的悟空一样 这是超六十九形态 头发的颜色变成了橙色 这是超七十形态 悟空寿命不多 开始衰老了 这是超七十一形态 看上去已经不像个人形了 这是超七十二形态 开始在头发的造型上下功夫了 这是超七十三形态 尾巴变成了几茶颜色 这是超七十四形态 又是多种颜色混合在一起 这是超七十五形态 开始在颜色上添加了花纹毒暗了 这是超七十六形态 头发和中毛都是黑白混合色 这是超七十七形态 白色的头发和中毛外加黑灰色的济茶 这是超七十八形态 人形和大猩猩状态的结合 这是超七十九形态 和超七十八一样 但是却多了个济茶 这是超八十形态 整个人长得像一个赤尾一样 这是超八十一形态 金色的长发和灰色的中毛 这是超八十二形态 灰银色的长发朝着两边伸展 看样子是防止走路时踩到头发 这是超八十三形态 悟空穿上了不外神道装 这是超八十四形态 悟空又换上了天使道装 这是超八十五形态 是布罗利的专属形态 这是超八十六形态 悟空换上了大神官道装 这是超八十七形态 悟空再次换上拳王套装 这是超八十八形态 白色的长发加上拳王套装 这是超八十九形态 紫色的长发和紫色的中毛 这是超九十九形态 悟空已经成为万年曾经的翅尾了 这是超一百形态 是超九十九加上自在急功后 悟空的终极形态